大家好 歡迎來到黃信惠的瘋狂教室 在這一集我們要談談國中小的Maker教育 Maker教育通常會融合許多技能的教授 創意的思維以及動手做的能力 首先我將Maker課程分成兩種 一種是拼圖式教育 這種教育方法就像拼圖一樣 老師會給一個明確的目標 比如說循機制走車或是自動感應小夜燈 老師就會開始教授各種技能 像是電路、程式、機構等等 最後學生依據所學的各種技能 來完成跟老師相同的作品 學生在了解目標之後 紮實的學習各種技能 並且將這些技能整合 最後完成一項作品 而另一種教育方式我稱為積木式教育 這種教育方式就像堆積木一樣 老師不會給明確的目標 只會說明課程的大致方向 或是各種應用範例 接著進入技能的教學 邊教課程邊讓學生思考與創新 學生在依據自己的理解 與自己的思維 透過自己熟悉的部分技能 去發展各種不同的專題 這時候有創意 比有技術還要來的重要 並不一定要用所有的技能 也可以製作很棒的東西 最終 每位學生都會製作出 不同類型的作品 學生在一開始的時候 並不清楚他最後要做的是什麼樣的東西 並且在學習技能的階段 同時去思考 創新與創意該如何實現 這兩種教育方式是目的性的不同 要教技能還是要教創意 但拼圖式教育如果拉到國中小學生 會發生什麼樣的事呢? 因為老師並不能將大學的技能 硬塞給小朋友 所以必須要將技能給弱化 使用各種簡易的模組或是圖形化的介面 再跟著老師製作出一樣的東西 但創意又往往被拼圖的框框所局限 很難做出更大的突破 我目前在學校教授Arduino課程 所使用的是積木式的教育方式 學生學習LED燈、按鈕、感測器等等技能 最後自己發展出各自的作品 厲害的學生可能會學到比較多的技能 融合應用之後 通常能夠製作出比較厲害的作品 但不代表程度差的學生 不能做出有創意的作品 因為學生不一定要用上所有的技能 才能發展出自己的創意 國中小教育是屬於通才教育 這些學生未來不一定都是工程師 而積木式教育能夠打破拼圖式教育的框框 來發展孩子的創意 又能夠讓有興趣的孩子 去鑽研他們自己想要學習的領域 那麼你對創客教育有什麼樣的看法呢? 歡迎留言在下方跟我們一起討論喔 以上就是這集的影片 謝謝收看 謝謝 謝謝 vad 謝謝 謝謝 感谢观看